15号这一天你可以看到 蓝绿的立委一同来实力考察 大谈藻礁 但是这位是民营党立委郑运鹏 事后呢他在脸书上发文怒批 他说国民党在作秀吗 没有办法理解 以保护之名踩进去是什么意思 他现在这个炮火没想到 一打打到自己人 有网友出来打脸他了 就说当天你看到 其实除了国民党之外 还有其他民营党立委也在啊 同时看到这位就是总统蔡英文 2013年的蔡总统在哪里呢 他亲自来到这边采过藻礁 不过对此郑运鹏现在回应了说 总统当时去看的可能是另外一块 跟昨天去考察的环境不一定一样 15号傍晚立法院未还会 蓝绿共20多位立委一同前往大谈藻礁考察 民进党立委郑运鹏事后在脸书发文 国民党立委以保护藻礁为名 却采进交言让他无法理解 一番言论看似发生 实际上却把炮火打到自己人 文章底下也狂被耿吐袭板 这场考察行动蓝绿立委皆有参加 就有网友拿出照片标示 民进党立委苏小慧演战现场 反酸郑运鹏他什么时候加入国民党了 更有人拿出蔡英文总统 2013年考察藻礁采交言的照片 打脸郑运鹏 能不能采藻礁这专业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我不采 所以过去总统可能去看的是 另外一块藻礁有可能 然后他是被谁带进去的 这跟昨天的环境一定不一样 藻礁公投领前任潘中正也发文暗酸 郑运鹏对藻礁开发案不出声 反而看到黑影就开枪 行政院长苏贞昌经纪部长王美花 也轻描淡写的回应 似乎不太想躺浑水 为了保护大潭藻礁公投团体 一接连署成功 立委实地考察的免疫 却因为一篇发文打错人 导致自己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好 郑运鹏当时他站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他站在沙滩的位置 而且他特别拍出了这样一个照片 他说我就站在沙滩位置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 也没有办法理解 他就说怎么 你们这个兰英德立委 你怎么会站在这个藻礁 什么意思呢 现在呢 说人家作秀破坏生态 结果被打脸 你看到有这么多 他的同党的好朋友 其实也都出席啊 那在今天上午国民党团 就召开了记者会来怒轰 这个立委郑立文就来炮轰正棚了 说有官员有环团出席 各部的立委也都到了现场 难道说是只有国民党立委 脚踩在沙滩上头会破坏吗 而且蔡总统早就踩过了 民进党桃源在地的政委员 却在远远之处拍下相片 批评踩在藻礁上面的国民党委员 是不是真的爱护藻礁 这样的举动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也非常的遗憾 踩在藻礁上面的有官员 有环团有专家有各党的委员 难道只有国民党的委员的脚会踩坏藻礁吗 过去当蔡英文高喊着真爱藻礁 藻礁永存的时候 她也曾经到现场去 事实是 人的脚是不会踩坏藻礁的 但工程才会对藻礁造成生态浩绝 灭绝式的毁灭 三街战的工程才是真正破坏藻礁最恐怖的杀手 好现在这个口水战呢 现在一张照片被打脸 我们持续来看到 郝珍彭说他没有办法理解采藻礁做法 怎么一觉醒来变成说不采藻礁的人是错了吗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盘老师就说 只有了解才会关心 只有关心才会行动 轻柔善意的互动 他们认为是意义非凡 其实呢这个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来到关塘工业区 针对了这个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 对大潭藻礁生态系统影响进行考察 而当时领先人潘中正也在会中 来揭露当初的可行性评估报告 明明在上头其实写了很清楚替代方案 当时也说关塘海象差 怎么会变成是一个唯一方案 背后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要再强调我们从来没有反对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我们只是反对 你把它盖在国保级的地景上 尤其是后来资料也出来了 领悟局给了中研院团队 做出来的资料也是说要保物 并且把关心藻礁和北边的白玉 和中间精华部分的大南藻礁 化为核心区 一起来化作南桃园的导标保护区 也没有受到重视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这个其实刚刚蔡律师讲过 不过这是当时的报纸等等资讯 民国83年中油董事长张子元 他就已经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大潭这里的海上不佳潮差过大 天然气卸收日数不足 拒绝和东顶合作 2003年 当大潭电厂的天然气供输权是中油得标了之后 中油也不愿意跟他们合作 不然他就近就买了就好 那现在变成是唯一的方案 找一个过去认为最不好的地方 来做唯一方案 背后大家不觉得有怪怪的吗 我们106年8月30号的台电 副总经理给我们资料 我们看看整个天然气到2025年 一点都不缺 把大潭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 每年600万公吨扣掉 我们还是非常充足 A-B等于2670还是大于C 就是当年的需求 我们大概还多出300万公吨 不缺啊 不缺为什么要买藻礁呢 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再看一下 这个是当年的可信性评估报告 2014年的10月出来了 它里面就有替代方案下面 明明写着替代方案台北港 那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一份 可信性评估报告 我发现那个评估报告里面 是可以的把关塘灌水 灌成最一物 其实所有的条件是台北港最好 那灌成最好 最后呢 还是死也不愿意换到 替代方案的台北港去 那这个过程有什么问题 这又是还没开 万形给你 还没开 还没开 旁边 总监 internation niet 都 我们 现在